大火烈焰 黑夜之中烧得通红 铁皮工厂大火依法不可收拾 窗房陷入火海 28号晚间10点半 彰化花坛的饲料袋工厂发生火警 大火延烧甚至传出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经销一共加派19辆消防车到场灌旧 燃烧面积大约200多平方公尺 这场大火更让附近居民吓得睡不着觉 都是烟啊 工厂在烧超级快的 由于印刷饲料袋需要有机溶剂 在火苗的助燃之下发出爆炸声 铁皮屋顶也因为大火高温坍塌 疑似过年前赶工赶单夜间机台运转 导致火警 幸好没有人工受伤 直到深夜才终于控制火势 烈焰加上爆炸声 也让附近民众度过了惊魂一夜 记得全社会廉价幸福彭心 专华报导